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移成大统 朕 呈祠玉 特 册封为太子 朕国公府嫡女昭离 客宫迟顺 秉性端书 有辉柔之志 资 赐婚皇太子妃 则有司 则即日完婚 特命顾长氏操办婚礼 钦此 殿下 接旨啊 臣 接旨 阿妖 我 恭喜殿下喜得良缘 郑国公府这是权宜之计 你知道我的后卫只能是你 这是一门好亲事 殿下不要再胡说了 我需要时间 你不必将此事放在心上 你信我 不出岳渊 郑国公是朝中重臣 昭明将军又有军功在身 你与昭府联姻 只有好处 更何况 昭府上下为人正直轻贵 朝中有口俭卑 相信昭小君主 一定会让你沉心如意 哪来的沉心如意 你明知道我只昔悦于你 殿下 您只有娶了昭丽 才能稳坐那高位 在你心中 我就是这般无情 不错 好 你沉心万苦走到这一步 我只能不成全你 这世间之事 万就是难以两全 小姐 太子殿下给您的信 今夜虚实 望仙龙 不见不散 今夜虚实 望仙龙 不见不散 看来太子殿下 对小姐您也有心呢 快 带我梳妆打扮去 是 爹 小姐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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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郡主 怎么了 太子殿下 不是你写信给我 让我今晚在此相见吗 我能做的 只有尽我所能助你达成心愿 登山高危 殿下 殿下 你放开 可以凑合我和昭吏 自己却一个人在这里喝门酒 你心里明明是有我的 殿下 放手 既然你叫我殿下 那我是君 殿下 你是臣 本宫说的话 故障时刻要听从 是 本宫现在命令你 留下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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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敢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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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还能得见固有之女 与其对异 实在是件姓氏 只是不知 眼下与老夫对异之人 是老夫曾经认识的那个小姑娘 还是 以功掌势啊 是 使君之路 忠君之事 我与世伯多年未见 如今只能算是相熟的故人罢了 所以 郑国公若有话不妨直说 好 那老夫 便开门见山了 故长世是故有之女 老夫本该好好照料 只是 可怜天下父母心哪 老夫听闻 故长世和七殿下之间 有一些不清不楚的关系 而小女昭离 不日将与七殿下成婚 因此 我这个做父亲的 希望她在入主东宫之前 不会遇见这些造心事 可怜天下 喝了这杯酒 离开七殿下吧 郑国公的意思我明白 只是 下官是七殿下的宫中掌事 去或留 自然由七殿下做出 所以这酒顾掌事是不喝了 谢郑国公赐酒 只是下官素来不善饮酒 便竟谢不免了 敬酒不迟 迟罚酒 那老夫便亲自送顾掌事上路 顾掌事 老夫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休怪老夫无情了 夫妻 你 赵明 你干什么 父亲 为了小妹的婚姻就要动手杀害无辜之人 您未免也太武断了些 你给我让开 我不能让 我让你让开 我让你让开 你个逆子 赵明哥哥 你没事吧 没事 啊 你没事吧 明哥我 快点儿 好了 感觉怎么样 没事了 既然没事了 天色已晚 将军早些回去休息吧 太子殿下 末将稍留片刻 我有些话想要与他说 将军乃是外将 以本宫的掌势续话 怕是多有不妥吧 还请太子殿下行个方便 让我二人单独续话 好 那本宫不耽误你们叙旧了 阿妖 你终于可以让我了 张明哥哥 我 阿妖 真是太好了 孤家冤屈于喜庆 阿妖 虽然我未能帮过你什么 但我真的替你高兴 你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 站在阳光之下了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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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不听这顾长是如何选择吗 有什么好听的 不怕打扰他们叙旧吗 你能不跟着我吗 是 今日你也看到了 我早已不是以前的那个顾俊阳了 阿妖 是父亲爱女心切 我知道这一切对你不公 但如今你已恢复身份 大可以放下这一切 五年前是我没有保护好你 日后 我定会护你周全 你随我回将军府 我向父亲说明一切 我们远离这一切纷扰 还像以前一样 我不离开 为何 难道你对七殿下 真的有情 为什么你们一个个都要过来干涉我 若我说是呢 昭明将军将如何 和郑国公一样将我杀了吗 这么多年我的心意一直如初 时至今日 就算你已新月七殿下 我也一样会全心全意护你周全 昭明哥哥 重阱 从前 从前 再也回不去了 再也回不去了 一起去 午后 此几万 伙估 你 suas 顾家的冤屈确实洗刷干净了 但是我还有自己想做的事情没做 你虔诚锦绣 小时候的事情 就留在回忆里吧 你想做什么我可以帮你 是因为 太子殿下吗 可他马上就要跟阿厘成婚了 不过他不能护你一世 齐殿下他是太子 心中有天下 而我要的只是自由 我们早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何谈钱光 赵明哥哥 你能帮我个忙吗 好 本宫竟不知将军伤得如此严重 还需要本宫的长氏亲自臣服 太子殿下见笑了 我们固有重逢 一时激动 施了礼说 是挺施礼 多谢太子殿下对阿 对顾长氏的照拂 待日后顾长氏出宫 昭明定会与他一起拜谢殿下 你要走 承蒙太子殿下重用 但是下官心事已量 留在宫中再无异议 日后我定会好好照顾顾长氏 请太子殿下放心 天色已晚 昭明告辞 今日之事 我回去会向父亲大人亲自解释 太子殿下宽厚 且我因此事 与小妹心生隔阂 误了婚事 将军真是好心啊 将军真是好心啊 妹妹跟故人都有了好出路 借太子殿下急言 跟我来 本宫也有些话 想要跟顾长氏叙叙叙 本宫倒是要恭喜顾长氏 与青梅竹马的各个相人 盼上高知终于可以离开这里 去做郑国公府的真圣人 殿下这样做倒是不体面了 下官也要恭喜殿下东宫再往 又取得郑国公掌上明珠 可谓如虎添翼 非要讲这些话来上我的心吧 殿下 您我原本就是合作一场 如今各取所需 为了您的大业 此事放手对您我来说 都是最好的选择 是我不放的 那这神宫也困不住我 所以你是要跟昭明救情复燃吗 不然殿下以为如何 我跟他本来就是青梅竹马 一切已了 一切也应该回到当初了 阿瑶这是要舍弃我了 殿下大婚在即 你想要的一切 马上就要得到了呀 时至今日 难道你还不明白 我最想要的就是你吗 殿下 阿瑶 这天下跟你 我都要 你放开 殿下还请注意分寸 注意分寸 这分寸我都注意了二十多年了 今日连你也要我注意分寸吗 不 不 阿瑶 我只有你了 殿下可曾想过我想要什么 我在意的 我便都要忽住 我绝不会放手的 若我不愿呢 我 情不知殿下的身手这般好 你不知道的事情还有很多 留下来 我慢慢说约你听 殿下 这世间之事难以两全 更何况殿下心思深沉 只怕我没命留下 我怎么舍得伤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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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想得知真正的幕后真雄 便来南郊飞渊 殿下呢 殿下上巢去了 让我看见您 一见等他回来再说 郭政师 您去哪儿啊 可别让属下为难 殿下要没有说我不能出书房 你放心吧 我肯定会等他回来的 那行 那我陪你去 你去哪儿 时至今日 公主不应该动手了吗 月影还真是愚蠢 还真以为你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姑女啊 早知道你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姑娘 怎么今日愿意露出真面目了 若非主人命令 我早已娶你性命 那就要看看您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你难道 不想知道我的主人是谁吗 或者说 顾氏当年的灭门真凶 你知道什么 顾氏当年诗人宁非为主 顾氏当年诗人宁非为主 那你觉得 后来顾氏的主人 会是谁呢 就是你朝夕相处的记者 七皇子 月秦缠 我凭什么相信你 再敢胡说信不信我杀你 很难相信对吧 那我可以带你亲眼去见见 你自以为是救赎的七皇子究竟是何面目 今晚便是暗刃的碰头之日 这一晚主人一定会出现 就怕你不敢 你果然还是来了 你若敢骗我 你放心 我可舍不得骗你 主人 第二 Fore Walk 啦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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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你一心想祝他登上了至高之位 这满心满眼的情谊倒是隐忍得极好 但你一个漂泊多年的孤女 还带着满心的仇恨 你真以为老天爷会善待你吗 我问你 时至今日 他还是你心中那个洁白无暇的七皇子殿下吗 你真的以为他爱你吗 若我告诉你当年昭天楼之变的真相 你岂不是更受不住 什么真相 怎么 还记得你顾家的灭门之仇啊 告诉我什么真相 你也不想想 你爹顾太医 一生轻正联名不惹是非 怎么会无端和五皇子勾结 被卷入昭天楼之变 当年之事 其实七皇子早已知晓皇后等人 将你爹的药方调换 便任由他们调换 而你的七皇子殿下为了权力之争 竟选择瞒天过海 那张没有被调换的药方 便是五皇子的催命符 经此一事 他不但除掉了与他须与尾仪的五皇子 更手握了三皇子的把柄 为的就是有朝一日将三皇子一朝致命 那他便是太子之位的唯一人选 顾君阳 你难道就没发现 你这复仇之路莫名地顺利吗 因为一切都是他在背后推波助澜 你不过就是他的一枚棋子罢了 而你顾家满门 便是他登上这太子之位的垫脚石 促成这一切的这个人就是 是玉锦辰 被欺骗 被利用 被愚弄 顾君阳 你真的好可怜啊 你居然爱上了自己的面门仇人 就是这样 顾君阳 我得不到的东西 你凭什么得到 但愿公主与我 都能得偿所愿 顾家灭门之仇 不是便能报了 还要终于找回身份 报仇雪恨 我 想做回我自己 你不过就是他的一枚棋子罢了 而你顾家满门 便是他登上这太子之位的垫脚石 凑成这一切的这个人就是 月锦辰 月锦辰 废物 看个人都看不住 属下该死 被运夺寥搏 被运夺欺负了 被运备出 clothing 被运复住断 被运出 可惮速 被运复住 运复住 diab倪 害复住 爹 爹 娘 女儿以为大仇得宝 没想到这是一场笑话 对不起 顾俊阳 这么晚了 这么大的雨 神疼 殿下 你一个别是入宿宫宫之人 不容易有事 殿下 今日便是入主东宫的几日 恭贺殿下得偿所愿 阿姚一夜未归吗 是的 殿下 殿下 咱们该走了 以免误了吉时 你不想追着 我看看 你不想追着 赶紫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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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吗 我今天懂的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妖 用什么我事后再跟你解释 魔后退守是不是你 你与安人适合关系 你到底有没有骗我 月景辰 你骗得我好惨 殿下 殿下 你没事吧 劳烦公公禀告父皇 东宫遇刺 本宫要轻审刺客 是 殿下 还好没刺中要害 你不能再纵容顾俊阳了 他分明已经起了杀心 你不能再心软了 阿妖 你醒了 阿妖 别动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我刺杀太子理应初战 我现在应该在诏语 我为何在此处 阿妖 放心 我一切都妥善处理好了 我的阿妖 会干干净净 清清白白 什么脏东西都爱不上你的 玉京城 你好可怕 所以这一切真的都是你做的吗 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我们就还像以前那样 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再回到从前 玉京城 总有一天你会后悔 后悔你今天没有杀了我 我知道你恨我 所以我要用余下的一生来补偿你 如今我已经是东宫太子 还有 我真的可以保护好你的 所以你承认了 就是你做的 补偿 骨架满门 你如何补偿 你要怎么样才能原谅我 那是我爹娘 岳京城 补偿 那你把他们还给我 你把我爹娘还给我 你把我顾家王死的一百三十八条人命还给我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偏偏是你呢 你说你心悦于我 钟情于我 你就是这般钟情于我的 他 我现在真的 真的很后悔 你问我怎么原谅你 很简单 你死 对不起 阿妖 4 5 5 4 5 6 5 5 顾长氏身体不适 抱病休养 现由陈长氏接管事务 昭和殿未经传诏 不得善容 为令者 展 是 张绵将军 太子殿下昨晚累着了 现在还在歇息 请您在此上等片刻 已经有人去通禀殿下了 等等 顾长氏呢 顾长氏 是 奴婢是新来的 没有听说过顾长氏 只知道如今东宫中管事的是臣长氏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张明将军此次前来所为何事 是 末将此次前来主要是来攻起殿下 得偿夙愿 入主东宫 另外 末将还有事想见阿瑶 阿瑶 末将军 末将军指的是顾长氏吧 没错 我跟阿瑶从小一起长大 叫惯了他这个名字 一时间改不了口 还请太子殿下 还请太子殿下 不要警官 今日将军怕是见不到阿瑶了 殿下 阿瑶他是出什么事了吗 他今日身体不适 在偏殿休养 谁都不想见 殿下 您可知阿瑶与我是儿时故焦 是吗 这可怎么是好啊 他指明了 谁都不见 殿下这般故意阻止 是要囚禁他吗 那不如将军现在就回去整顿兵吗 前来我东宫搜寻一番 殿下放心 为了阿瑶 我可以付出性命 可将军的性命是小 可别连累了整个镇国公府啊 从前是我未保护好他 今日昭明 愿意一事 大可不必 将军慢走 殿下别忘了 镇国公府 还不是你的囊中之物 好 等我 好 等我 好 等我 昭明哥哥 我被殿下软禁功证 可否想办法带我走 顾俊阳 昭明哥哥 希望你能收到我的心 阿鸦望着窗外做什么 在想什么人吗 是在想昭明将军吗 所以一定要离开我吗 昭明刚才来过 你觉得他有可能把你从这里带走吗 别再想他了 好不好 放开 我说 别再想他了 办不到 什么 我说办不到 我告诉你 岳景辰 你就算控制得了我的人 也控制不了我的心 我这颗心想要清心谁思念谁 是我的自由 哪怕你现在贵为东宫太子 你也永远别想控制我 够了 我就让你看看我能不能 阿勇 阿勇 我们真的回不去了吗 只要你死了 你想回到什么时候都可以 好 就算我们回不去了 那你也不可能再见到赵明 你这一辈子 都只能是我的人 生生世世都是我的事 我还有事晚点再来看你 月锦辰你这般酸气 我竟从未发觉我真是昏了头了 东宫前言 阿阳也没邮件 这一定有什么问题 阿阳 我会救你出来的 等一下 进去吧 顾长师 这是今日的午膳 放下吧 是 顾长师就吃一点吧 今日里面有道烟笋炖鞍蠢 往日顾长师不是最爱吃的吗 退下吧 是 今日未试 东空西门 不见不散 好 好 好 вс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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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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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我还以为你 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 我们先离开这里再说 好 驾 驾 驾 殿下 今日施急累了吧 陛下的病怎么样 父皇这病十分古怪 倒不像是病 更像是被人下毒了 下毒 难道是皇后 先尽管其变吧 阿瑶呢 还好吗 姑娘好得很 听说还把今日送去的午膳全吃了 胃口很是不错呢 你说他吃饭了 还全吃完了 安刃的人是这样说的 回宫 怎么回事 这些安刃 明明都 殿下 去找 所有人 都出去找 是 殿下 您刚刚说的所有人 您刚刚说的所有人 也包括按 我说的是所有人 是 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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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人越多的地方越安全 我们走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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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不出声锥吗 闻到了吗 什么 安石香 阿瑶房中一直点着 他身上自然也沾了这种味道 驾 来 走 殿下 试试吗 那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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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勇 你暂且安置在这儿 先以权称戒严 等日后我想办法 再带你逃离这实非之地 多谢昭明哥哥了 你我之间何须如此客气 岳锦辰发现你不在 定会疑心到我 我得赶快回国公府 此处偏僻他定才不到 你恩心住着 好 昭明将军终于回来了 殿下这是何意啊 阿勇呢 您把他藏去哪儿了 奇怪 阿勇他抱恙在宫 我连人都见不到 殿下这话我真是听不懂了 现在听得懂了吗 我知道你把阿勇藏起来了 你可以不把他交出来 但只要你私藏他一天 我便杀你国公府一人 等你府里的人都死光了 阿勇自然也就出来了 你说对吗 我奉劝殿下一句 郑国公府 只忠于圣上 从不怕任何威胁 那我们 拭目以待 哦 对了 只是不知道郑国公 可有这般誓死如归呀 好 姑娘救命啊 你是郑国公府的管家 你先起来 怎么回事 齐殿下找到府里 他说若将军不交出姑娘 他就每天杀郑国公府一个人 将军如今以命相抵 郑国公府会在旦夕呀 我明白了 我跟你走 多谢姑娘 月锦辰 所有人的性命 在你眼中都是曹剑吗 你竟用这样的方式逼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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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就好 没想到昭明 在你心里那么重要 放开我 放我下来 岳景辰你别忘了 你与昭霖已经定下婚约 如果此事传扬出去 你与郑国公的盟约即将岌岌可危 你逐鹿天下的狼子野心也将复制洞流 你舍得吗 没想到这个时候了阿阳还如此的为我着想 逐鹿天下没了郑国公我还有别的法子 此时此刻 我只想不辜负阿阳一番的苦心 你疯了吗 你若不想着逃跑我又怎么会疯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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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狠地 你想困住我 除非我死 好 很好 你 你 叫人看好了 是 殿下 世间女子千千万 您为何偏偏执着于她呀 甚至 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 是啊 为何偏偏是她 可如我非要抢留呢 殿下 您若一意孤行 那属下 会在她杀掉您之前 先除掉她 哪怕陪上属下的性命 还请殿下别忘了 这一路走来的间隙 你 既然她要飞走 那我便遮了她的翅膀 这样她就能永远留在我身边了 去请暗人的医者来 是 咱们 得点 你说 他只是在家上 岳靖辰 你又要干什么 别怕 让这位老先生 给你瞧瞧身子 有病的是你 是练武的好喵子 难怪这几年 小有所成 不过殿下 你可要想好了 他这身功夫 若是废掉的话 会伤及筋骨 那往后就练不成这样的功力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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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你了 不要 有我在 阿瑶以后再也不需要动刀动枪了 你 开始吧 阿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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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你就可以永远留在我身边了 路 阿瑶 阿妻 阿妻 魅大便 引上龙 heaven 再也不可以 刀腱 ok 阿瑶现在很虚弱 我要好好保护她才是 殿下 今日上朝可还顺利 还行 殿下 顾长是醒了吗 还没有 阿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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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焦太医 是 阿瑶 阿瑶 你别吓我 阿瑶 你醒醒啊 阿瑶 你别吓我 阿瑶 别吓我 别吓我 阿瑶 你若不醒来 我便让昭明一家给你陪葬 快点醒过来 阿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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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你 我求你 阿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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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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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好东西回来了 这个 这个叫水砖百戏 我在成东庙会给你买来的 据说这个是当年马军为魏明帝所做 你看这个小人 多有意思啊 你看这个 还有这个 好看吗 你看这个 还有这个 好看吗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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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若不着急回宫 可否陪我去城东庙会看看 听说那里有不少新奇的娃样 我还没去过呢 抱歉 今日本宫还有公务要处理 就不陪郡主了 公务要紧 庙会可以下次再去 殿下先回去处理宫事吧 告辞 郡主 咱们明明都打听清楚了 太子殿下这几日 闭嘴 兴许是 他突然又有公事了呢 他是太子 忙一些也正常 再忙也不会连陪您去办日庙会的时间都没有吧 奴婢听说 太子宫中有个 颇为受宠的女官 日日同太子殿下同吃同住 不知太子殿下是不是因为他才不愿陪同您去庙会的 放肆 奴婢知错 郡主 郡主 郡主您千万不能进去啊 郡主您不能进去啊 有什么不能进去 对啊 郡主 今天本郡主就偏要进去看看这里面到底出了什么狐狸鸡 杀主折死 我看谁敢动我 本郡主今日倒要看看 这里究竟住了什么宝贝 值得这样严密保护 让开 让开 赵琳 阿瑶姐姐 你慢点跑别摔着 来追我啊 跑慢点我跟不上你了 我告诉你慢点跑吧 阿瑶姐姐 你真好了 长大以后 你要是能嫁给我哥哥就好了 小丫头说什么呢 郡主 奴婢都说了 您不能擅闯 顾长师 您没事吧 我没事 你们先下去吧 是 是 快随我进来 阿瑶姐姐 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 哥哥真的很担心你 顾长师 阿瑶姐姐 他们是在叫你吗 是 阿瑶姐姐 就是顾长师 是 程导臣 你吗 一句命 你和我行 你和我自前 你和我 你和我 就赢了 你和我 你和你 似他 你和我 你和我 最为我 你和我 如今我与太子殿下已经定下婚约 但我听说殿下身边有个宫女和她过往甚密 我想知道 姐姐就是殿下身边那个形影不离的宫女 是 原来如此 我和哥哥原本以为你死了 这么多年 每到中原清明 或是你的生辰 哥哥就夜不能寐为你神伤 我也难过 却没想到姐姐你不仅没死 还入了东宫 成为了太子殿下的进尘 或者说是入目之辟 张琳 你误会我了 误会什么 误会其实你和太子清清白白没有什么 还是你不是太子殿下的入目之辟 张琳 你听我说 我跟月景臣的关系太复杂 我一时半会儿跟你说不清楚 月景臣并非好人 你若嫁给他未必是件好事 我不嫁给太子 姐姐是想自己嫁给太子殿下吗 我定然不会嫁给他呀 姐姐这话可笑 你不愿意嫁给太子 却又不愿意离开他 这么多年不见 我原以为你还是从前那个我认识的姐姐 却没想到 你早就变了 我不离开这里并非是我的本意 是月景臣她真的 够了我不想再听 阿瑶姐姐 小时候我们什么都在一起 我什么事也只愿意说给你听 我一直以为你将来一定会嫁入我家 成为我的嫂子 却没想到 原来你有洪湖之指 看不上我哥哥 我和昭明哥哥原本就是不可能的 但事情也并非是你想的那样 昭令 月景臣她不是个好人 她细思深沉 绝对不是你表面上看上去的那样 我说了 我不想再听你诋毁太子殿下 殿下 谁允许你在东宫放肆 殿下我 出去 殿下我 这里是东宫 不是你的镇国公府 张琳 快走 阿妖 月景臣 原来你一边软禁我 一边设法 欺骗张琳是吗 我 我只是为了 所有珍惜待你之人 终会被你利用 成为你的一个妻子 啊 阿妖 我究竟该怎么办才好 鸳鸯国有忘情水 是月银两大秘药 相传的名人兴致 被下药之人 只听名于下药之人的话 不管什么 不得有抗 只是 眩影鸳鸯国的人 是会折寿的 精力之人 还没有活过四十岁等 鸳鸯骨和忘情水可不是那种药 鸳鸯 共通情感 共享喜悲 忘情水 前尘往事 以往皆空 鸳鸯鸯只有用我的血为饮 等她忘记仪器之后 才会只爱上我 殿下 万万不可 你难道 要是自己的生命于不顾吗 当初母妃想给父皇下这种鸳鸯骨 可她却只想让父皇知晓她的开心与快乐 不想让父皇感受她的悲伤 所以迟迟未能下手 结果却被皇后发现 不嫌她心无辜之事 得了个刺死的下掌 所以我绝对不能心软 我要让阿瑶忘记这一切 这样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了 殿下 您若下药 必将反噬 只要能跟她在一起 四十岁又何妨 足够了 殿下 下去 是 是 鸳鸯骨 忘青水 还有 我们一定可以重新开始 姑娘 您好歹吃一点吧 不然奴婢 今日又要挨法了 这边 是 这个 不是 请 您让 related 这是 您兄弟 今天 您 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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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吃了吗 回禀太子殿下 故障是把东西都吃了 是奴婢看着他吃完的 阿妖 过了今晚 我们就能重新开始了 啊 阿妖 阿妖 你醒了 你是谁 你不记得我了 啊 太好了 你 你弄疼我了 对不起 对不起阿妖 阿妖 阿妖是谁 这儿 这儿又是哪里 何时月庆臣 当朝太子 你是我卫国门的太子妃 我们从小青北竹马 早早定下婚约 但因我朝中树敌 前几日 你被奸人绑架 他坠入悬崖手上 昏迷到了现在 大夫说 你有可能会失忆 没想到 对不起阿妖 我 让你受苦了 今后有我 我不会让你再受半天委屈 我们要成 成婚了 对阿 我们要成婚了 现在你既然醒了 那我们的婚事也该提上日程了 只有成婚了 我们就名正言顺了 我也就踏实了 可 我是谁啊 我就只是你卫国门的妻子 只有这样 阿妖 你的从前 我们 过得太艰苦了 那些不快乐的记忆不要也罢 你只需要记住 曾经以后 我们就是彼此的唯一 有我在 你什么都不用吧 你什么都不用吧 阿妖 你看 这棵梨花树 是当初我亲手为你种下的 现在是它开花最好的时候 我喜欢这棵梨花树 好香啊 有种 家的味道 因为这里就是我们的家 是吧 等过一阵子 我可以用它来做梨花糖 从前我们闲暇的时候 都会一起坐在这里堆一瓶茶 你会给我包羹汤 我给你讲树里的故事 那以后 我继续给你做羹汤 那我以后 会慢慢把我们的事都讲给你听 让你把所有的事都想起来 阿妖 有你真好 对了 你毕竟才刚脱险 需要更加小心 今日就留在府中 准备婚事 不要出去了 那些所需吩咐下人去采买便是 是 我不敢想想 如果你再出事 我该怎么办 好